其他你還可以再找那個什麼實價登錄有沒有 那這個東西我是把它放在我們那個雲端上面 我後來把它整理一下 因為陸陸續續有一些額外的範例 有些同學提出來 或者是剛好可能我覺得不錯的範例 我把它放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那又分成入門的跟進階的 各位找一下進階的 進階裡面的話 會看到一個叫台北市的實價登錄 那這個資料來源是從那個 我們就是Google開放資料關鍵字的 第一個就是中央政府的那個 然後進到最熱門 進去最熱門就是實價登錄的資料 那實價登錄裡面有全省的 那我是挑那個台北市的來當成範例 不過這個資料的話 它最新 因為它每個月會更新兩次 好像是每個月的2號跟16號會更新 所以這個資料也不是最新的 所以如果你要抓最新的話 你可以到實價登錄的網站去下載 那下載裡面 我是用CSV檔 因為現在基本上開放資料 用的最多的 我看一下應該是CSV 那因為CSV檔直接可以跟椅子友做連結 因為打開的話可以用椅子友來開 那裡面的話 如果我先要做一個實價登錄的查詢系統的話 其實最簡便的方法就是這個啦 你會發現兩下就做好一個查詢系統 老闆要什麼 你就哎 你資料給我沒問題兩下就做好了對不對 你可以把我們剛剛的東西Copy貼上改一改 應該只要知道改哪裡的話 一個系統就馬上出來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再做漂亮一點的話 你就再做表單嘛 這表單部分的話也是我們下個階段要做的啦 不過我想因為有些東西 你們自己可能要花時間 我demo可能要會比較浪費一點時間 所以有些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會做的 我就交給你們自己去實際上實作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問 那各式各樣的表單嘛 反正你要做的再複雜 我覺得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以往你要請別人幫 請別人做要錢的 然後要等時間的 現在都不用了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把這個學會 但是我講過啦 可能我自己做的很熟了 他跟小畫家對我來說都沒什麼差別 你們拉個畫面嘛 你要放什麼東西上去 比如說拉個表單對不對 然後改一下他的caption屬性 然後再換一個背景 Background color 再換一個怎麼下拉清單 然後把它改一個名稱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改個button 把它加一個按鈕 Command button 然後改個名稱改個顏色 做完了 然後再來要處理什麼 然後再來要處理什麼 兩個事件 一個是當表單載入的時候 add item 這個好像前面有參考的程式嘛 就是 不過這個add item的項目 你要先知道說業務人員有幾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也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講的 就是說你可以快速的先產生一個什麼 也許在第二個工作表的地方 先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呢 可以提供給我們做什麼 做那個我們將來要的那個清單 因為我不知道說到底有幾個業務人員 所以我可以把業務Ctrl-S 去不向下 Ctrl-C 一下 接下來切到清單的第一個欄位 A1的地方把它貼上 留下什麼呢 留下不重複的資料 從哪裡呢 資料裡面移除重複裡面 就可以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打勾一下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這個 2000多筆裡面移除 只剩下6個 唯一的資料 我看一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一樣的業務 把這個有沒有 用那個跑個回圈嘛 然後抓裡面的值 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add item到哪裡呢 到那個下拉清單就好了 那一樣的方法也可以製作什麼 除了清單以外 還可以什麼金融業 那個上面的名稱 產品別 產品 數量這些可能沒辦法 客戶名稱 有沒有 所以我們會有個清單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下 有人要下拉一下 按一下 就有了 下拉一下就有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再把它稍微實做一下 這第一個就是表單的部分 那應該沒問題吧 這add item 這個我想應該都會很很很容易的完成 再來有了清單之後 後面我們現在是指的是叫做 知道什麼 單次的查詢 就查詢 就一次查一個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要什麼 P次查詢 什麼叫P次查詢呢 就是我也不管了 反正我這邊有這麼多人 你就 我就按一個按鈕 就是P次篩選業務 按下去之後 我要的結果是吧 全部幫我 業務人員通通就出來了 六個就六個工作表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我放進去 那如果下一次呢 有新的是要update的 那我還是要按下它 按下它會怎麼樣 把舊的刪掉 刪掉就是刪掉第二個以後的啦 你不要連清單也刪 清單刪就完了 就找不到 第二個以後的全部刪掉 再把新的update上去 那這樣如果做這個功能 給老闆用 你老闆應該會覺得好簡單 他如果要資料 所以還要更新資料 有沒有 你按一個update 然後他就 最好也不要按了 剛開啟動就自動update了 這樣他也不用按了 你看要處處為使用者著想 如果你的使用者是老闆的話 他一定會覺得 你這員工恐怕不能 不可能file掉 還要給你加薪 不過這個可能性 可能你還要再做更好 你看老闆很挑的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哇 很多工作 就會好像感覺變好簡單 取得資料 所以後面可能還可以再 增加一個功能 叫做更新資料 因為資料是你提供的 那這個資料可以放哪裡呢 如果放eSale 可能它的eSale 跟你的eSale是不能同步的 對不對 那可以放哪裡了 以前可能放database 可是database一般公司 如果你不是資訊人員 你不是MIS人員 或者你不是管資料庫的人員的話 可能很麻煩 要開個帳號密碼麻煩死了 所以有什麼方法更簡單 後來我想了一招 不要用資料庫 也不要用網路資料 也不用架Server 後來我把它放在雲端硬碟的試算表 比試算表 那個跟這個是一樣的格式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放在上面 一樣可不可以直接同步 上面的東西 雲端只要有連線的狀態 按下去 它就自動怎樣 幫你update了 舊的是要刪除 新的資料就update了 非常簡單 而且可以在啟動的時候自動update 這是最棒的 那這個功能 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沒有問題 要不要錢 不用錢 這個功能我大概用了很多年 很多年前就這樣用了 用到現在沒什麼問題 所以後來我蠻喜歡 我就不把資料放在資料庫 我把資料放在雲端上面 update一下就好了 而且這個功能 除了Excel裡面可以同步之外 手機裡面也可以同步 有時候你在外面的話 資料也可以 因為手機裡面 如果你要看到最新的檔案 那也有需求 那可能需求裡面 背後還要需要花的時間 跟花的人力 還要花金錢 那用什麼方式是不要花錢 又穩定 然後又可以節省時間的 可能我自己提供一套方法給各位 這個也許是實作經驗 坊間可能大家也不一定是這樣做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這個後面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方式 那就是從資料可以來自於網路 那資料來自於網路 一樣可以單次更新 還可以什麼 也可以批次更新 比如說你網路上很多資料 可不可以同步一次 一次就幫你全部都更新完畢 那要更好啦 不過我們按步就班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的重點有幾個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把那個程式部分 就是在網路上面 我有放那個時價燈 如果各位有時間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會有那個表單部分 這個地方 那這個我想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另外就是說呢 請各位再增加那個所謂的 在這個 我看我程式好像已經有把它貼上去了 在這邊 除了說呢 我們剛剛有篩選什麼 篩選什麼 篩選什麼 產業別 有沒有 然後篩選業務 篩選產品 後面有加一個二次 因為可能第一次第二次做 當然這個地方 我剛剛好像這個要沒有加沒關係 反正就扣 扶價的到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什麼 篩選總價 總價 特別是因為之前有同學會說 老師那剛剛你的篩例裡面呢 都是文字資料 對不對 那文字資料裡面的話呢 那如果今天我要是數字資料怎麼辦 是不是一個range 那這個range裡面的話呢 那我是不是要輸入兩個條件 因為range的話一定是 哪個區間到哪個區間 對不對 那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從篩選裡面去做一些些手腳 就是在那個資料裡面篩選 那當然我們可以起氣 給他一個數字 OK 那講到這個之前 剛剛文字部分有沒有 因為我們只能輸入精確的 如果你今天要輸入可能是中間某個字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去錄製一下 在篩選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就是叫做包含的 因為我剛剛是用打勾的嘛 所以打勾的話呢 它那個條件是完全比對的 那如果說你將來要把它改成關鍵字比對的話 你錄字聚集一下 它會出現有一個那個包含 那包含裡面的話 記得就是它是前後加雙引號 不是前後加那個staff符號 staff符號就是萬用字元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條件裡面的開頭跟結束 你要找的是有那個字出現的話 你就讓它就是顯示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用錄字一下 比對一下那個quiteria那個有沒有 它會加一些東西 另外的話總價部分 如果我是要兩個區間 這邊數字猜選會有個介於 所以介於的話 假設說我們把它錄下來的話 基本上會是這樣的 就是它會有一個而且end 然後是開頭跟結束 所以我要給兩個條件 那這兩個條件呢做出來之後 這個這個地方各位可以參加 因為時間的關係 如果你們要重錄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們直接可以從雲端上面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篩權總價 然後一個頭一個尾 然後其他的條件大概就是說 quiteria這邊有個什麼 大於等於x有沒有就是比它大 而且這邊有個operator and有沒有且 quiteria2 小於等於y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說你要重錄 錄下來也是這樣 不然你就是直接從我這邊call 然後呢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顯示出來 最後那個工作板名稱 之前是直接是x或y 可是現在有y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name的地方 我這邊有特別把它加出字放大 介於x與y之間 你可以怎樣 把這個東西把它call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你們可以試一下 最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重做一遍 如果不行的話就先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今天要找的資料 是介於這個總價 我先把篩選狀態先取消一下 假設介於總價是 比如說5萬到10萬之間好了 那我這邊的話呢 假如說已經寫了 自己再加一個按鈕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讓它跳出來 各十百千萬 5萬到10萬之間 各十百千萬 10萬 OK 好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自動去篩選出來 並且怎麼樣呢 幫我產生一個工作表 叫做介於5萬到10萬之間 就出來對不對 那同理可證 如果說呢 日期可不可以 日期也是一樣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日期 不過日期有個麻煩點 起期這個部分應該都一樣 大於這個大於等於小於 你會發現它實際上也是把它用 有點類似數字的這種方式來做 但是最大的差別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將來輸入的是加斜線 比如說我今天 2005年斜線 6月斜線 6月6號好了 OK 那斜線呢 這個部分是保留字 你不能用來做什麼 工作表名稱 工作表名稱裡面不能有斜線 也不能有dash 好像也不能有dash 那可以用什麼代替呢 可以用那個底線代替 可是問題來 如果說你用 你比如說剛剛什麼 介於哪一個日期到哪一個日期 如果你用斜線 它會跳出錯誤 怎麼辦呢 你必須怎樣 很簡單的方法 把斜線取代成底線 斜線怎麼取代成底線 最簡單的方法 用什麼 用這個函數replace 也就是說我們將來那個名稱 在這個名稱之前 我先做一個x的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做什麼用途呢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 假設我今天 如果直接把介於什麼什麼 放進去會錯誤 因為它不接受這個保留字 的工作表名稱 所以我在輸出之前 我把什麼呢 這個字串 就是要輸出這個字串 放在replace的第一個參數 然後第二個參數放什麼 放斜線 第三個參數放底線 就是把我們那個名稱的斜線 變成底線 那這樣的話 查出來就不會有問題了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樣就完整了 哇你會發現文字可以查 文字裡面的關鍵字可以查 就包含 數字範圍可以查 日期也可以查 我想應該都夠了 這個如果這樣一個查詢系統 你要請人家做 花多少錢呢 我們那個年 我那個時候做的 隨便一個查詢系統 是六位各十百千萬 十萬 對都是六位數字起跳的 隨便一個 再什麼簡單的一個查詢系統 都是六位數字起跳 而且還是七位數字的 上面大一點的 所以你說像這種東西 那你說做出來結果一不一樣 我覺得要我的角度來看 好像差不多耶 那你說有什麼差別 反正這個比較容易耶 而且這個修改起來還非常的簡單 那以前那個的話 綁手綁腳的 綁東綁西的 OK 所以OK 這個可以試試看 我有把那個篩選總價跟篩選日期的部分 有加上去 如果各位要做關鍵字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在那個我剛剛講的quiteria 這個x的前面 要再加上start 不過這個你要再包一下 如果你不會包的話 你可以用錄字 裡面用包含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就是包含的部分 關鍵字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個包含做出來的話 實際上就等同於資料庫裡面的關鍵字的所以了 其實好像應該也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好像該查的都可以查了 剩下來就是說 你花一點時間 把這邊 實際上在你的工作裡面發生效果 我想應該會有越來越 在公司應該會越來越有影響力了 但是 這就是說可以把這個東西 在你的工作上 很快的可以把一個東西查出來 那會 我想對於實際上的工作會 應該會有幫助才對 OK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幾個 就是再延伸出去 就是那個總價跟那個日期 也可以做兩個條件的查詢 另外就是說 我在雲端上 也有放那個 其他的補充的範例 進階裡面會有個實價登錄 也就是如果你有多餘的時間 然後假設這個範例 沒辦法滿足你的 就是這個 練習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再把實價登錄那個範例 下載下來 然後看你要查什麼 我想都可以查了 其實你說那個實價登錄裡面該查的 像裡面哪一個區 哪一條路 然後賣多少錢 大概會有這些 然後相關的訊息把它找出來 OK 它已經夠了 而且這個方便的點是 你只要有電腦的地方 都會有sale 你要查打開來看就可以了 筆電上面也可以掛 甚至你改完之後 這個可以給那個前章的業務人員用 哇 它一定會 這個 應該會對這個 這個東西會非常的喜歡才對 而且這個修改的 這個彈性也非常的大 隨時你要怎麼改就怎麼改 我想這個東西真的是好東西 那差別只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沒有連到資料庫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SQL Server Oracle 買SQL之類的東西 所以不用連線 那當然就簡易多了 只差別就是說 要update資料 所以如果還再加一個update資料 隨時 比如說現在有2499筆 那又update一些 那你就再把update一下 你不就又可以同步了 差別是說再把資料 看要從資料庫撈過來修改 還是說從雲端上撈資料下來修改 好